好的 各位斜杠WAS的观众 我又有幸的发现在Sprout Harp这个部分 这一集炉制是想跟大家分享的 吃吃喝喝走走的部分 我先来转一圈 让大家感受一下 非常寒敞 干净 有吃有喝的 都是很美味的食物 今天非常好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事业钢青年 其中一个事业的就是用Laptop Lifestyle 因为我们是时间的主人 Masters of our time 所以我们有地点的伸缩性 Location Freedom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如果您是一个在职的学生 有时候可能你念书的地方 环境可能不是很合适 然后你想找别的地方 今天大哥哥Arkem 来介绍你们 你可以来Sprout Harp 你看这里有那个 无数个充电的地方 给你拿开你的电脑 然后呢如果你像我一样 你是一个Digital Entrepreneur 就是搞Online Marketing的部分 然后这里呢是一个完不错的办公的地方 然后这里还有免费的WiFi 每一张桌子它都会给你放清楚了 这个 这个 对了就是那个地方 给你放清楚了这个部分 那个WiFi 我会在那个留言区放那个WiFi的密码吧 可能 然后 这里呢 如果你想过了6点才来 它开放到10点11点 然后它每天都开放给给公众人士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 然后 那如果你是过了6点 这里已经是没有 卖太多的吃的跟喝的话 我建议你的 你就好像去野餐这样 像 大哥哥Arkem这样 你带你的自己的饮料 然后 你要泡咖啡 还是什么好像 巧克力还是之类的 饭喝什么都好 这个 这里的桌子 非常的大 可以让你放很多东西 然后 我再重复 有FreeWiFi 还有免费充电的地方 地方又干净 然后非常通风 只是说没有冷气而已 然后外面呢 其实是很多的 花花草草的部分 所以这个环境是非常好的 而且 非常安静 没有吵闹 所以是非常适合 一些 创业的朋友 就是斜杠 BOSS这样的朋友 像我一样 或者是你是一个学生 然后 你想找一个地方 安静的去 做在你的Laptop做事情 或者是 温习你的功课 这个真的是一个好取出 对 然后当然不用说了 如果你是一个Digital Entrepreneur 这个 你有Location Freedom 的话 在这里 对 好 那希望呢 你如果 你们都会喜欢 我自己的这份想法 你记得是 ScroutUp FreeWiFi 然后 FreeTranslation 所以 欢迎你们 我来这里